听估个Hackers,HSK都Hackers 不得着Hackers,Hackers的Boties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Hackers,HSK六级,佳英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 6月12号HSK六级考试的总评 在开始我们今天总评以前 同学们先点击一下上面的链接 可以免费下载下个月的HSK的学习资料 好,都下载完了以后 回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考试的内容 那首先看一下难易度 今天考试呢老师觉得听力呢比较简单 跟以前的考试比较的话 今天的听力呢还算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阅读呢第一部分一直是最难的 然后阅读第二三四部分呢难易度比较适中 最后我们的作文 作文呢我听有的同学说 这个出来了一些很难的词 那不知道怎么写 那等一下老师会告诉你们 怎么样把难的词用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表达 好,那我们现在一部分一部分来看 同学们先看听力第一部分 同学们特别注意这些红色的字 这些keyword 我们听力有听到 还有这个Poge A,B,C,D答案里边也看到 所以这些词呢 同学们特别注意他们的排论发音 老师读的时候 同学们练习发音 可能以后考试呢 再出来这些词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呢 出来一个恐高症 什么意思呢 恐呢害怕 对吧 高呢高度 这是一种心理的疾病 有的人在高的地方呢 感到害怕 一个恐高症 那我们有听到 与什么有关 与遗传有关 所以受遗传影响 与遗传有关 好,第二个问题呢 说到了这个选手 animeo 运动员 比赛的时候呢 要懂得面对输 要学会怎么面对输 好,第三呢 说到了这个咖啡店 一个猫咪咖啡店 咖啡店里边有很多猫 或者宠物 我们也可以说 宠物咖啡店 它有什么作用呢 能缓解压力 同学们特别注意这个搭配 我们一起读 缓解压力 好,可能读可以第二部分出来 什么压力 好了 缓解压力 太起 缓解压力 那么四个字 对吧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 用两个字表示 解压 环境的温度呢 很低 对吧 但是水的温度呢 很高 所以呢 可以造成这样的 泼水成冰的现象 好,我们再看后面 一道题出来一个词 骨骼 骨骼影响人类器官 跟人的身体 跟人体有关的内容 那同学们注意 我们听力第一部分 15个题 一般呢 每次考试都会出来 一到两个 跟人体有关的内容 好 在下边 哦,有一个说话人 哦,有一个说话人 哦,说话人认为 点菜像什么 同学们注意这个词 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 什么意思 哦,可以打开书 哦,从书里找到答案 这样的考试呢 叫开卷考试 同学们知道一下意思 好,在下边 这个有点难 前瞻性 哦,前瞻 瞻呢 看的意思 前瞻呢 往前看 向前看 哦 我们听力有 听到这个词 骨骼 答案 骨骼里边 也出来这个词 同学们一起读 前瞻性 前瞻性的科学探索 很重要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 一个该系统 该呢 常常六级考试出来 哦 在名词前边 这个该呢 一个这个的意思 哦 比如说该系统呢 这个系统 哦 一个跟网络有关的系统 这个系统 旨在 同学们注意这个词 旨的意思呢 目的 哦 比如说旨在呢 目的在于 来 我们一起读 旨在 旨在 目的在于 什么 哦 后边 预防孩子 沉迷网络 读学们注意这个词 沉迷 哦 在 网络里边呢 陷得很深 不能出来 哦 沉迷网络 所以这个 系统 它的目的 旨在 预防孩子 沉迷网络 好 我们接着看 听力第二部分呢 interview 采访 那老师说 其中的一个采访 这个采访的对象呢 是一个 唱作人 同学们看一下意思 唱作人 唱呢 这个唱歌 对吧 做呢 它可以作词作曲 制作音乐 哦 这样的人叫 唱作人 好 关于他的采访 那第一个问题 哦 这个女的 以前是怎么记录灵感的 我们有听到这个词 随时随地 哦 来 我们一起读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呢 不管 什么时候 不管 在哪里 哦 随时随地 写下来 记录下来 好 第二个问题呢 女的现在从哪里得到灵感 哦 她经常看他人的展览 他人呢 就是别人 哦 看别人的展览 来获得灵感 好 第三个问题呢 这个关于 哦 古诗词和 呃 电子乐 怎么结合 这个女的说了 可以利用乐器 乐器呢 这个阿基 但是我们有听到 这个合成 气 合成气呢 一种电子的乐器 哦 利用这个乐器 营造意境 同学们注意 营造呢 蛮得的 哦 这个词可能 读可以第二部分出来 什么意境 营造意境 好 第四呢 这个女的对现在年轻人 有什么希望 有什么要求 她说了 把音乐做到最好 但是我们听到一个词 把音乐做到极致 极致 就是最好 非常好的意思 把音乐做到极致 做到最好 好 最后一道题呢 关于这个女的 哪个正确 这个在采访开头 我们有听到 这个女的呢 获得了四个奖 其中有一个是 最佳制作人讲 同学们看一下意思 最佳呢 就是最好 best 制作人呢 这个producer 对吧 最佳制作人讲 好 那接着我们看 听力第三部分 一共有六个长的短文 对吧 然后每个短文后边呢 有三到四个问题 那老师说其中的两个 好 同学们先看 第一个呢 是关于说明书 我们买了这个产品 产品的包装里边 都会有说明书 那么第一个问题 现在的说明书 有什么变化 出现了什么变化 现在的说明书呢 有视频解说 视频呢 这个同用长 对吧 我们看视频 然后解说呢 解释说明 一边看视频 一边呢 有这个解释说明 一个视频解说 好 第二个问题 好的说明书 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预判用户想法 同学们注意这个词 预判 预呢 预先提前 盼呢 判断 那 差不多的意思 预估 预估 估计的估 所以预判 预估 差不多的意思 好 用户的想法 好 第三个问题呢 这个 说明书做得好 有什么好处 我们有听到 可以节省 售后服务费用 因为这个 用户看说明书 看明白了 看懂了 就不需要找 售后服务 对吧 不需要用 售后服务 那么 这个企业呢 可以节省 售后服务的费用 好 最后 第四个问题 关于说明书 哪个正确 我们有听到 可以用图画 可以用图画来 这个说明 产品的用法 好 第二篇呢 我们看一下 关于什么 落叶 还扫 听的时候 可能有点难 落叶呢 这个秋天 树叶落下来了 落叶 那 还扫 缓呢 缓慢的意思 对吧 扫呢 打扫 清理 还扫的意思呢 就是不急着打扫 这个落叶呢 先 先在地上 保留一段时间 不是马上去打扫 一个呢 落叶还扫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 落叶 秋天的时候 落叶在地上 这个黄色的落叶 看起来 有秋天的感觉 这个城市的风景呢 会变得 更漂亮 所以有了这个 落叶还扫的现象 那么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落叶还扫 答案是这个 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同学们注意这个搭配 满足 需求 这个呢 可能读给第二部分出来 其中文件有出来过 什么需求 满足需求 我们一起读 满足需求 好 第二个问题呢 关于落叶还扫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这个地上有一些废弃物 或者垃圾 不是机械来处理的 而是人工处理 这个用环卫工人自己用手去处理 人工处理 好 最后第三个问题 这个市民们看到了这个落叶的情景 他们是什么感觉 他们都称赞 同学们注意这个成语 赞不绝口 赞呢 称赞的赞 不绝口呢 不停的说 不停的说 好好好 赞不绝口 好 那接着我们看阅读第一部分 找并句 因为著作权的关系 所以老师呢 把这个句子的内容改了一下 但是错的地方是一样的 这些错误呢 以前有的题目呢 有以前出来过 以后可能 再出来 所以以后要参加考试的同学呢 可以参考一下 那中文都哪碎色呀 好 我们看五十一 老师来读一下 晚饭后 我陪朋友去公园散散步 这个没问题 哦 对的 嗯 看在后边 老师已经用红色的表示错的地方 同学们来看 把他放松放松 把字句 我们不能用这个放松 对吧 放松 不能用把字句 我们不说把什么放松 错 错 那么我们如果要修改 怎么改呢 同学们用这个字 让 让 放松放松 来我们一起读 让他放松放松 让他放松放松 哦 所以 把字句呢 不能用放松 哦 把放松 错 好 五十二 同学们看前边 他在年轻的年龄时 不好好努力 同学们看 年轻的年轻的年龄 这个搭配错误 同学们不要记 哦 年龄 难以 我们不说 年轻 年龄我们用什么 大 小 年龄 大 年龄 小 哦 所以年轻的年龄 不对哦 同学们呢 就说年轻时就可以了 对吧 把这个后边 的年龄去掉 哦 看见 年轻时 来我们一起读 年轻时 对吧 年轻的时候 年轻时 好 后边没问题 等到老了才后悔 这个没问题 好 五十三 前边没问题哦 营养学家建议人们 每天的蔬菜摄入量 摄入呢 这个 吃 吃 吃的量 好 后边出来了数字 三百 哦 一般 出来这个数字的时候 同学们check一下 前 后 有没有这个问题 哦 我们看前标 不少于 后边 左右 这个错 哦 同学们看一下 不少于 不少于的意思呢 等于 或者 多于 不少于的意思 等于或者 多于 哦 可能 三百克 可能多于三百克 那么 左右的意思呢 可能多 可能少 哦 可能 三百不到 或者三百 多 哦 所以 不少于左右呢 不能一起用 哦 这个是错的 那么 我们怎么改呢 同学们把左右去掉 就可以了 哦 来 我们一起读 不少于三百克 他信 不少于三百克 那么 他的意思就是 等于三百克 或者 超过三百克 哦 哦 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Hackers六级教材上边 也有出来 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也说过这样的问题 哦 所以以后同学们看到数字 check一下 前后 这个前后的词 有没有问题 好 再看五十四 五十四同学们找一下 主我是什么 那 伦敦 对吧 英国的一个城市 伦敦 苏洛市 市 全世界 博物馆 图书馆 和体育馆 数量最多 嗯 少了什么 同学们看 主我是伦敦 对吧 后边 伦敦市 数量最多 哦 后边没有名词 座 没有兵语 哦 所以这句话呢 没有兵语 错了 那么我们加上这个兵语 城市 对吧 因为伦敦 是一个城市 哦 所以后边呢 也要加上兵语 的城市 哦 伦敦市 全世界 什么什么什么 数量最多的 城市 好 五十五 嗯 前标没问题 你得遵守 相关 法规 法规呢 这个法律 规定 前边同学们注意动词 遵守 遵守 哦 这个是搭配 没问题 我们一起读 遵守法规 遵守法规 对的 哦 反而就要被罚款 反而呢 我一流相反的意思 那 同学们看 哦 你得遵守法规 反而要被罚款 哦 有点奇怪 那么 反而错了 哦 这个 连词错了 我们应该改什么 同学们想一想 你得遵守相关法规哦 如果不遵守 那么就要被罚款 对吧 如果不 那么 用什么 否则 来我们一起读 否则 不是反而 哦 否则 就要被罚款 好 最后56 哦 56同学们注意 这样的错误 经常出来 一年呢 读可以第一部分 这样的错误 可能出来 三到四次 哦 三到四次 经常出来 所以 很重要 哦 来我们一起看 前边没问题 我们要 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 同学们注意搭配 加强 加强呢 扛袜的 哦 搭配什么 教育 管理 来我们一起读 加强教育 加强管理 哦 对的 看在后边 以防止这类事故 不再发生 同学们注意这个词 防止 庞价的 哦 防止后边一定是 不好的事情 文哈基安的也 哦 不希望的事情 那么同学们看这里 这类事故 不再发生 这个是好的 对吧 防止 好的事情 错了 哦 所以这个意思错了 那么 同学们把这个 不去掉 对吧 把这个不去掉 防止 这类事故 再发生 哦 再发生了 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防止 来 同学们一起读 防止这类事故 再发生 哦 同学们这么记 哦 防止呢 有 不要的意思 对吧 这个不好的事情 哦 不希望的事情 不要做 所以后边 再加 不呢 不能一起用 哦 一般 防止 不 不能一起用 哦 我们可以 背一个简单的例子 老师说一个例子 哦 天气冷了 我们要 我穿衣服 防止什么 防止感冒 如果老师说 防止不要感冒 错错错 哦 来我们一起背 对的句子 防止感冒 它是防止感冒 哦 所以同学们 背 简单的句子 可以记住 哦 以后 读可以第一部分 再出来这样的词 哦 同学们 check一下 后边的内容 好 那下面我们看 读可以第二部分呢 选词填空 重要的是什么 搭配 哦 动词名词 形容词名词 搭配 那这些红色的呢 都是今天考试出来的答案 哦 老师 在旁边写了韩语的意思 然后 呃 这个 蓝色的 或者有的同学看起来紫色的 哦 这个是 嗯 跟他常用的一些搭配 一些搭配 好 呃 同学们可以跟着老师一起读 对吧 一边读一边记住 好 第一个 历史悠久 后边我们要选一个成语 也是表示历史很长 这个成语 来我们一起读 远远流长 哦 这个也是我们六级 常常出来的成语 它系 远远流长 形容历史很长 哦 还有前边同学们注意历史悠久 这个其实也是搭配 哦 这个以前我们 Kichunje有出来过 历史什么 Palo 悠久 哦 以后可能再出来 我们一起读历史悠久 历史悠久 嗯 好 第二个呢 哦 这个考试经常出来 哦 最近呢 连着出来了三次 哦 最近考试常常出来这个 最丁丁的代表 我们选这个 典型 来我们一起读 典型的代表 最典型的代表 老师上课的时候 经常说 哦 有参加老师课的同学 应该知道 哦 什么的代表 典型的代表 好 再下标这个词 历经 历经呢 就是经历很多 对吧 历经多年的发展 好 在下边 名词 造型 造型呢 一般东西 产品的样子 哦 造型 逼真 逼真的意思呢 好像真的一样 哦 非常非常像真的 逼真 好 在下标同学们看 资源 前标我们选一个 亨用撒形容词 珍贵 哦 珍贵 资源 在下标 数量什么增加 同学们一起读 逐年 逐年呢 一年比一年 一年比一年 逐年增加 好 在下标 社会什么 社会保障 保障呢 同仨 同仨都可以 哦 这里呢 这里是名词 社会保障 比较完善 好 在下标 什么安全感 前标我们选一个通杂 这个字 哦 这个字原来读 给 对吧 有给多音字 给 给予 同学们一起读 给予 哦 给予呢 也是给的意思 主打 哦 但是给予后边呢 一般出场者 抽象的 哦 给予 安全感 给予 关心 给予 爱 哦 好 再下标 人生什么 规划 规划呢 一般大的计划 人生 规划 好 最后我们看这个词 犹如 我们读可以第二部分 常常出来 犹如呢 好像的意思 哦 来 我们一起读 犹如 犹如进入了 童话世界 好 接着我们看 阅读第三部分 哦 第三部分呢 有两个文章 每个文章呢 有五个空 然后我们要选五个正确的句子填进去 那今天呢 老师背了四个句子 哦 一篇文章呢 五个句子里边的四个 哦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篇呢 介绍了一个冷像 冷像呢 是一条很窄的小道 哦 小道呢 小的路 好 那我们先看ABCD里边重要的keyword 看一下A 既有防护作用 哦 同学们注意这个 扬掉了 既 既跟什么一起用 呢 后边 又 或者也 哦 老师上课一直说 既又 既也 所以同学们文章里边如果出来 又 叮叮 里面要 也 叮叮 趴落 马上选A 对吧 根据关联词来选择 好 B呢 房间里的热空气被带走 同学们抓住keyword的名词是什么 热空气 动词呢 带 对吧 带走 take away 哦 所以热空气带走 那么热空气没有了 C 被称为 批动文 被称为呢 被叫做露天冷像 露天呢 就是在室外的 没有这个屋顶 在室外的露天冷像 D呢 只能容纳两三人并排通过 并排呢 这个 这样平行的 两个或者三个人并排通过 那么 只能容纳两三人 说明这个地方怎么样 很小 空间 空间 很小 对吧 只能容纳 两三人 好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题目 冷像是一条很窄的小道 哦 同学们想想 很窄 哦 很窄的小路 那么空间不够 对吧 选什么 zareseo D 对吧 只能容纳两三人并排通过 zareseo 好第二题 另一种是露天通道 哦同学们看到了keyword的露天 在外面的通道 那么哪个句子里边有露天 C 被称为露天冷像 好第三 后边 冷空气就补充进去 哦 那么冷空气对应的是什么 热空气 那答案是b 对吧 对吧 如果空气被带走 没有了 所以冷空气呢 就补充进去 好 最后第四 后边 哦 出来了 又 又有通风的效果 我们刚才说了 哦 马上可以知道选什么 a 对吧 既 又 这个关联词 既有防护作用 又有通风的效果 非常好 好 所以同学们用这样的办法呢 我们可以比较快的做阅读第三部分 好 最后老师要说一下今天的sugi作文 老师在开头说了 哦 这个作文呢 出来了一些很难的词 我们不能记住 没关系 哦 同学们用简单的表达方式来缩写 哦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要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杨柳 哦 主人公的名字杨柳 还有他的奶奶 好 这个故事的内容 这个有点难 同学们看 读竹飘 哦 读呢 这个单读的 竹呢 天纳姆 竹子 对吧 飘呢 三点水 在水中飘流 哦 这是一种记忆 也是一种表演 哦 在湖水中呢 有一根竹子 只有一根 哦 一根竹子 然后呢 人站在上边呢 可以滑行 或者呢 表演 跳舞 哦 这样的叫 读竹飘 老师在做这个资料以前呢 去YouTube上边 找了这个视频 看了一下这个读竹飘的表演 哦 很有意思 那 读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们 看完老师的视频 你们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搜一下这个读竹飘 哦 可以看一下 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记忆 很有意思 哦 好 那么 读竹飘呢 它是传统记忆 哦 那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也成为了一种表演项目 那主人公杨柳呢 七岁时 哦 他开始学习这个记忆 读竹飘 那他每天放学后呢 要练习两个小时 为了在竹竿上站稳 哦 因为竹竿呢 很细 对吧 他在上面呢 不容易站稳 哦 他每天每天练习 终于呢 他可以在竹竿上站稳了 以后呢 他开始在水中练习 那个时候呢 冬天 所以湖水呢 冰冷 哦 像冰那么冷 哦 除了这个湖水冰冷 他还遇到了什么危险 哦 还有 溺水的危险 溺水 哦 不会游泳的人 掉在水里边 可能会死 哦 这个叫溺水 有溺水的危险 所以他遇到了这个困难和危险 那奶奶在旁边呢 哦 很心疼他 所以劝他放弃 不要练了 但是杨柳呢 不听 哦 他说不 他坚持要练成 独竹飘 哦 所以经过上千次的练习 几千次的练习 他终于成功了 哦 他掌握了这项记忆 好 以后呢 他为了让这个表演呢 更有意思 吸引更多的观众 所以他创新表演形式 他以前呢 学过舞蹈 所以他结合舞蹈才艺 哦 在竹竿上跳舞 但是他遇到了小的麻烦 哦 他跳舞呢 要穿舞鞋 跳舞的鞋子 对吧 不能沾水 沾水呢 碰到水 但是他在这个 哦 竹竿上面跳舞 这个竹竿呢 是在湖水上 哦 会碰到水 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 试了很多办法 最后呢 终于克服了服装问题 哦 后边 2009年 他首次演出 首次呢 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演出 哦 他这个跳舞呢 非常的优美 非常好看 所以得到观众的称赞 那朋友呢 启发了他 哦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表演视频呢 传到网上 所以他听了朋友的这个建议 把表演视频传到网上 哦 很多人都观看 所以获得了很高的播放量 甚至被转发到了国外 哦 所以这个中国的传统记忆 独足飘呢 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赞赏 哦 大概这样的内容 所以同学们这样写呢 还可以 不是很难 对吧 所以我们把 哦 这个难的词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 哦 好 那我们今天六集考试的总评就到这里 同学们辛苦了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